查看川普今天跑了兩刀造勢場合 都是關鍵搖擺州 一個是北卡 那另外一個是佛州 那這兩個如果翻轉的話 對於選情的選舉人票 都有這一個決定性的關鍵影響 所以他訴諸選民說 你們看我當總統 你看這個能源獨立 然後這一個天然氣的價格很漂亮 而且明年經濟會更好 所以從選情的攻防上來講 川普還在最後的吹票狀態 我們等一下會密切的講一下 幾個搖擺州的最新發展 先講這一次的新聞 就是我們發現說川普的陣營 到現在已經花了八億美元 但是民調一直上不來 然後他們的募款能力 似乎已經到了一個瓶頸 但是川普是非常有決心 要贏這場選戰 他說我即使自掏腰包 也要贏這場對於美國 最重要的一個大選 那麼他上一屆只花了 六千六百萬美金 那麼這一屆似乎陷入苦戰 那我們看一下搖擺州的情形 我們過去講過 賓州已經進入平盤的狀態 也就是說雙方是非常非常接近 那麼今天的一個NBC的一個民調 指的是佛州 佛羅里拉州 目前川普是險勝的48% 比的47% 而且相對的來說 有一些關鍵就是在西語 說西班牙裔的這個選民中間 川普是大幅的領先 他們的50%的支持度 半分只有46% 而信任川普能夠打好經濟牌的 是53% 川普只有40% 所以在佛州的話 似乎川普是領先的 另外一個就是北卡 我們上次說過北卡羅來納州 似乎是關鍵 那麼這一次呢 本來預期說拜登民主黨有望 可以翻盤 但是目前陷入苦戰 他的這個領先不到兩個百分點 拜登只領先川普 大概48.6% 比46.8% 所以 這根本都誤差範圍內 都在誤差範圍內 這幾個搖擺州 因為這幾個搖擺州 將非常關鍵的決定 這次選戰的勝負 特別是如果有無法決定的情形 會完全影響這次選舉的結果 那我們看一下其他的新聞 第一個就是花木蘭 主持人剛剛提到的那個木蘭 這個電影的這個爭議 因為我們發現 在他最後的謝詞中間 有一個單位叫做 中國新疆特別行政區宣傳部門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中國的新疆 特別行政區的這個主委 是受到制裁的 也就是在新疆種種大規模監禁 還有這個強迫勞動等等的情形 是受到國際制裁 受到美國制裁的 結果居然發現木蘭這部 迪士尼拍的電影 背後是有感謝他 感謝他第一個原因 可能是說在新疆拍的 然後第二個原因 可能是他有收錢 那麼就是質疑說 為什麼中國的宣傳部門 可以投資到迪士尼的公司 讓迪士尼拍出什麼公司 再加上這個內容 其實有很多的爭議 因為他把中國的那個 漢族優先的忠孝傑議的 拍成了這個真人進去 而且主角呢 劉亦菲是挺港緊的 所以木蘭的爭議是相當的大 那我們看一下新疆的制裁 這件事情受到這個 已經確認了 就九月八號說呢 同時紐約時報跟路透社都報導 說美國的海關將對新疆的棉花 以及新疆的番茄要支出禁令 禁令的方法就是不讓它進口 如果它的產品包括棉花的原料 包括製成品 包括番茄的原料 包括製成品 都不能用 如果有指責說有可能涉及是強迫勞動的 或是集中營中間的勞工的 就先留下來不能夠進入市場 那麼這個情形是這樣子 就是說新疆 中國是棉花 世界棉花主要的產出國 而新疆就占它84% 然後呢 所以大部分勞工現在呢 有完全是受到懷疑 就是說他們有這個強迫勞動的情形 在集中營使用他的勞力 或是說運用維族人去幫他們工作 我打個岔 所以這個禁令會直接影響紡織業 比方說棉花大量做到那一個棉梯 然後棉梯 美國很多休閒品牌 他們的棉梯的代工廠 不管是在中國 或者在其他地方 那它的原料棉花 很有可能來自新疆 那如果完全不能禁用的話 那它連上游的原料棉布棉花 它都得更改整個供應商 沒錯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然後大家可能覺得 向前看怎麼會釘番茄 美國人吃一堆番茄醬 那確實新疆的番茄跟番茄醬 也是產量很大 沒錯 我們等一下會講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偷天換日的 就是從一個法國的公司 變成是新疆的原料 那我們先講一下 剛剛主持人講的 那個紡織的供應鏈 因為7月20號那個制裁 已經針對這個中國的 這個新疆兵團的 這個棉花原料進行制裁 而他們指涉說 它的供應商包括Heifliger 包括這個Boss 包括Lauren 所以他們都說 請你去檢討 然後公民團體有發起說 不要用新疆棉花 然後都說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問說真的沒有嗎 他說對不起我不確定 因為這供應鏈其實不是那麼透明 番茄是這樣子 番茄有一本書叫做 餐桌上的紅色經濟 他是講到一個法國的公司 是一個小木屋的這個番茄醬 然後發現中國有一個叫中基番茄的公司 買了這家這個法國的小木屋 然後先裁員 然後所有的設備賣一賣 然後原料直接從新疆就過來 從番茄本身到番茄漿這個原料 然後表面上是made in France 仍然是法國製造 其實原料已經是完全是新疆的產品 我們把它釐清 就是這個品牌叫做小木屋 然後中國的金主買了法國這個品牌 然後砍掉他在這個法國的一些工具設備生產線 然後直接從新疆出口那到法國 然後等於把原料裝到罐頭裡 沒錯 然後他就全世界行銷 因為他用法國品牌 而且他最後的組裝在法國 所以他還貼法國製造 沒錯就是這樣 所以法國製造的番茄醬小木屋的罐頭裡頭 是新疆的番茄 已經全部被偷天換日了 就有一本書 仔仔細細的寫了這個故事 好 那所以這個制裁的話也很麻煩 還有供應鏈會很爭議 所以現在是美國採第一 美國開第一槍是非常重要 其他國家會跟進的 去查說到底有沒有 這些違反人權的東西進來 好另外一個新聞就是中國企業 因為美國制裁伊朗 也牽涉到中國的企業 因為伊朗的石油是它主要經濟來源 那美國對於制裁 美國不希望它的賣油 可以供應到它的這個經濟 那中間有中國的船舶公司 有物流公司 還有香港的航運公司都涉及了這個 那商務部已經對他們有所制裁 最後我們看一下這個新聞 就是德語的媒體有用一個英國亞非學院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曾瑞生院長 他的一個說法 這件事情對我們非常重要 就是說有兩個前提 如果美國的大選在11月3號開不出來 然後一直開不出來 然後群龍無首沒有commander-in-chief的話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如果中國認為說 他能夠集結足夠的兵力攻打台灣 然後第三個如果台灣放棄抵抗的話 有可能會出現一個空窗棋 就是說中國會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因為今年美國大選的確是非常詭異 我們結果可能會出不來 而且很久 然後軍方會不會有指揮系統會受損 就會牽涉到 我們節目常常在談 就會牽涉到非常非常大的 台灣安全的問題 所以呢今天其實德語媒體 已經做了這個提醒 那我們應該要密切注意 美國大選跟台灣安全之間的管理 對 感谢观看